快中機騎士緩慢騎在市民高架路段 時速大約只有20公里左右 引來後方駕駛 拼命按喇叭 失意加速 因為已經造成後方大塞車 怪異的是騎士後方還跟著一輛警車 像是在幫忙擋道 避免其他車輛撞上他 如此保護到家到底是為了什麼 原來都是因為騎士要找手機 只是速度慢到連警方都看傻眼 警方為民服務項目多元 騎士找上警車幫忙 因為一早上班途中 他固定在手機架上的手機 一次行駛過程 風壓太大 手機架上的手機脫落飛走 裡頭有重要的會議資料 怕被後車撞上 騎士求助警方幫忙阻擋來車 讓他能專心找手機 只是市民高架車速 平均比一般道路還來得快 如此歸宿造成後方塞車 無奈不是高速公路 警方無法可罰 而重機騎士想固定好手機 可是有配備 索羅斯調整好手機大小尺寸 還可以外加防護繩 避免手機鬆脫 多一個確保上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不會這樣動 即使會動的話 這個地方也跳不出來 騎士重型機車上路 相關的配件是否牢固 務必再三檢查 這會騎士手機已四枚固定好 想要回頭找 無奈終究是一場空 記者姚立強 我喜歡的台幣採訪報道